小姐 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等来的新颜色 而且是好看的颜色喔 很高级的 我们那时候跟业代人聊过 我觉得他们很聪明选这个颜色 它这叫琥珀金 然后它车上又有银色的搭配 所以他们形容这个车相当的贵气 跟它穿金带银 是这个感觉 没错 金薄银 还挂金珠拌链 因为这边还有一条项链 被你这样形容它水箱护照上 新的这个元素突然之间又更亮眼 而且这个是全车系标配 好 但我们先回来看一下它的外表 这一次在所有车型上都标配了 第二代的矩阵式LED头灯 那底头的发光模组呢 上一代最后面小概款 小概款的时候加入了只有24个 现在到了36个 所以它就有更多的 所以那个发光单体模组 已经从24增加到36 那就是功能一定就是更升级 是 它就是多了 多了更多的发光的角度 跟高度 跟照度 然后可以让它的照明的广度增加 然后亮度也可以增加 其实它们以前呢 在上一代的球打比较强调水晶切割的这个线条 但这一代他们想说要把这个车 我觉得让你觉得我钱花的有值得 所以是更多的设计细节进去 在这边也有一个箭矢形状的松矢率的牵势 而且上下两颗都有 那它在灯点亮的时候 这边会更漂亮 所以会更好看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很像珍珠项链的这个 金钻链灯的这个水箱护照 刚好连接的 对 它刚好有14颗去排列出一个点点点点 真的很像杯的珍珠项链 那我们刚才讲到 虽然说它除了说车头看起来变得更宽阔之外 但是它这一代的风阻系数其实是更降低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样这种垂直的导流孔 然后用了一个L型的这个方式 去让它的运动感做一个提升 那里面也有一些主动的进气格 可以在引擎的负载比较低的时候 去减少它的风阻 然后而且这一次它加入了48伏的轻油电 然后跟新一代的ACT的气缸管理系统 所以整个油耗测出来 已经有接近一公升可以跑17公里的水准 所以你们确实接受的时候会觉得说动力够用 但是它在整个能耗表现上更好 就是符合你一个家庭 你日后养车各种照顾它的 没错 好养的这种优点 对不对 然后车头我们看到引擎盖上 是不是也跟过去不太一样 对 它这个新一代这个modern solid的设计 以前的Jota它的这边比较像是凸起来 然后现在变成凹下去 其实这也是为他们下一代的设计员做一个准备 我们从有一些他们已经公布的设计图稿上 可能未来这个飞溅造型会不见了 它就变成排列Shkoda的字样 而且我发现它这次的颜色是走比较消光色泽 对 它其实 就不是以前镀铬那种会亮亮的 以前我们会喜欢用亮的镀铬去凸显这个豪华感 可是我们发现说 镀铬这个以往这种镀铬在制程上 有一些材料是有毒性的 所以他们决定要禁止使用这个东西 那Shkoda就想说 那我们就找一个新的方式 这个叫Unique.Chrome 就是他们叫物个影的这个元素去做 其实这样搭配是很好看的 对 其实它除了说消光之外 它也是保留了银色的这个豪华感 而且它把这个琥珀金的那种贵气感 又衬托得蛮好的 对吧 所以我那时候他们刚上市的时候 去展间走了一趟 夜代朋友跟我说 这个颜色搭配啊 接单状况非常 其实我真的很好奇 就琥珀金的接受度 现在是不是蛮高的 我们那时候去讲说 他们几乎每个客人进来就说 我们要那个媒体试车的那个颜色 我要看这个颜色的车子 OK 就植入人心 可以的 可以的 那侧面呢 在1.5上面 它标配是18寸的圈 那也是双色的处理 那如果你想要再更霸气一点 你可以选配2.0标配的那颗19寸的圈 所以可以更加的这个 视觉上会更好 可是你看它的这个热条的设计 它也是有做空力的这个设计 去减少它滚动的阻力 那另外在滚动阻力的 在风阻减少上面 还有这个后噪镜 位置 对 因为以往是锁在这个地方 那在这个地方造成的乱流会比较多 另外也是A柱的视角会更多 那它把位置往下移了之后 这边多了一个通气的地方 那整个风阻会更好 那你A柱也有个小三角窗 这是蛮明显的改变 可以减少你在转弯时候的视角会更安全 那侧面也用了比较平整化的这个板件的设计 去减少它的风阻 另外一个最明显是它的车厂增加 就是它跟上一代比起来增加了有6公分这么多 6点多公分 那整个更明显的就是你会到时候坐进去会发现 后座的徒步空间会更好 那我们要不要现在来测试一下第二排 因为它是三排嘛 对吧 那我们今天就是不是多人做的乘坐模式 可是我说实在话 就门一打开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第二排的空间很优异 对 那它同样保留这个前后的滑衣跟椅背角度的功 而且我都还不用坐进去 我就觉得它贴心 为什么 因为它大腿沉托处 显然有帮后座乘客考虑 它那个有做个往前的延伸 那它是不是实际就发挥了效果呢 来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 是不是刚刚好 贴满满的 非常舒服 然后这个细部空间还很充裕 我个人很喜欢Skoda在各种收纳的布局 因为他们就很聪明 知道你现在随身带什么 手机来手机该有的位置 后面置物袋一样 中间有第三区的恒温 然后下面一样有两个 Type-C的充电口 而且它还留了12伏的插座 对 所以后座乘客 你不会觉得说 哎呀 我今天哪里需要的配备 怎么感觉你们前座都比较充裕 充裕 我没有 不会 还有 注意到我的头的位置 来 各位 我的头部空间 不夸张 真的还有超过两个拳头 几乎到三个拳头 我觉得可以再多塞一颗头上去 就是我觉得今天就是你比较高挑的男性 或者你家里面成员或小孩发育特别好的 长得特别高大的 我觉得坐在这个车子里面应该都是享受的 没错 而且它其实也可以滑椅啊 跟挑战 可以滑椅啊 来 给大家看一下角度有多大 因为毕竟有第三排嘛 如果今天假设 哎 孩子需要坐到第三排 前面坐长辈 或者是家里其他成员 那我可以稍微挪一下 大家分配均匀一点 所以这个弹性就很重要 没错 而且它第二排也有这个快速前倾的功能 所以第三排要近速也是方便 对 而且以备角度也不会说立得很直 是 有一种坐板单的感觉也不会 没错 所以这个空间我觉得已经照很好 还有一件 就是我觉得它用的这个颜色 对 这个颜色我们是在海外的时候看到 总裁一直问我说 你觉得这东西会 台湾人会不会喜欢 说你一定要用进来 至少放在展示车 让大家看到 就是有这个颜色的搭配 大家就会觉得 这次确实有用心 因为这样的配色 一般我们的高级车 豪华车比较容易看到 对 这次许多达它配的 外面又是这么贵气的金 里面又是这种高级感的功 我觉得蛮好的 那一般人会说这种5加2的车子 可能第三排是应急用的 但它在第三排也是有设计有杯架 所以左边 左边有一个杯架 那右边有一个置物盘 所以在第三排的乘客上 如果你想要喝饮料 也是可以有地方放的 那我们刚才讲到车厂延长 虽然说空间变好 但是第一个会直觉说 它车子会不会变得比较臃重 那它在这边就做了一个 往前倾 所以这块是为了修饰那个线条 对 你可以让整个车子 车顶创造一个悬浮式的感觉 那也可以创造说 车顶这样子修下来 有一个比较溜背的 这个视觉的感受 那这块一样用着 那个物个影的装饰 去做一个点缀 再配在金色上面 我觉得是特别好看 然后延续下来 大家视觉就会移到这里 你看这个灯 这个他们叫兵燕纹的这个 而且这个是大概这五年 学过到很爱用的一个设计 好看 就是他们上次 原本已经在导光上面 做得很漂亮 现在把它往外面延伸去 可是它在侧面 是有这种力量跟延伸感的 有没有 是啊 我自己开到这个车 我都会想说 在晚上的时候从车尾接近 就是 你不要靠人家太近 不是说我自己在开的时候 要解锁 因为我自己开车看不到 所以我们就会从侧面去看 后面就看了 这个设计就蛮巧妙的 对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喜欢 的是贯穿的光带 但他们这一次用了 这个红色的这个 透明灯壳去做 可是没有做光带 但我相信应该 之后会有收入线 有需要的朋友 他可能会自己想一些方法 车标跟车名 都是用物个影的 那一样 他们一样都会有 感应式的电动维 如果你钥匙有在 对 然后里面 那我们现在看到 后面这个行李箱里的是什么 这个是他们现在目前 早鸟又会送的 聪明八建筑 就是一些行李箱 跟车内一些使用 所以这个是有限量吗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八建筑 这个目前是限量是500套 要快喔 对 请问这八建 有什么东西 我现在先看到一个置物栏 这个置物栏 上面有一个 这个是双面的 也是一件是不是 这个底板 那你可以 这一面是房屋的 你也可以把它翻过来 它就变成一般绒布的 它就可以 如果在需要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 身上脏脏的 有沙子 就可以翻过来 用塑造的这一面 好清洗的那一面 它就不会脏掉 那你如果要使用的 像我们一般在使用 怕东西跑来跑去 滑来滑去 就可以用这个绒布面 而且我发现 我这里面装了好多东西 来各位 看一下 有一种手提福袋的感觉 对 那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看一下 首先是这个 它是一个 固定杆 原本只是那种 置物的 小细条 对不对 那现在变成两根杆子 你也可以把它拼起来 变成一个大杆子 它就可以这样子放下来 那你放下来之后 我是不是篮子就可以放了 就可以固定好 它就有一个 安稳的夹在这个地方 然后里面 大家看一下 里面会有个 这个是行李箱底部的 固定网 它可以去扣在 边边的挂钩 去固定你的东西 然后反光背心 跟前后舱的这个 隔网 宠物网 对那还有 雨伞 对车门边的雨伞 也是其中一个 对 那我还发现了一个 小小东西 这个东西很 卖个关子 到时候 我刚刚研究出来了 这是什么 但是呢 我刚刚发现 我们身边的首女生 每个人看到这个都说 我可以直接带走吗 我心想要知道 这是什么 这个保养厂都有在卖 进前座 大家就知道 对那另外呢 它在侧边 还放了一个QR Code 除了说快导 跟挂钩 QR Code 在那个地方 这个东西就是 如果当我们 有时候开车出去 临时忘记一个功能 要怎么操作的时候 或是有一些 小小的东西 需要排除的时候 拿手机扫一下 它就是个 线上版的车主手册 你可以从 而且这个其实蛮ESG的 对啊 它不用 你就随时扫就有 对你不用随时 带着纸本 对不对 没错 这也是一个新的思维 真的是蛮好的做法 那整个容量呢 最大全部倾导 有超过2000公升 可以用 那三排乘坐的时候 也有大概超过 280公升的容积 那两个倾导 有超过700公升 所以在行李箱的容积 使用上 因为车厂增加的关系 所以在机能上面 也比上一代更好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初接触第二代 就是大改的 全新的Code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它每一项的设定 都非常贴合 现在一般家庭 你所想要的 而且刚才还有发现 这边还有两个灯 是 就是我们加车尾帐的时候 对 就是一个罩 真的很贴心的一些设计 谢谢小卷 我们接下来小兰跟我们一起 看里面 它的界面 或者它的布局 又有哪些改变 好 我们刚刚说到的 八建筑里面 这个万能米小配件 到底是什么呢 交给小兰来介绍 它就是一个 聪明纤维荧幕擦拭器 因为现在大家都希望 荧幕越大越好 然后你看它这一次 已经直接升级到13寸的荧幕 但是我们在摸的时候 可能会有些指纹 对不对 那这时候你只要拿出这个 就可以把它给擦干净了 很好 超级方便的 然后呢 它不但是设计了 这个贴心的小东西 它还帮它设计了一个家 它的位置就在这里 刚刚好 这个除了是细节 而且就是质感 我觉得真的一整个大家分 刚刚我们所有小朋友都说 我好想拥有这个 对 其实你从Shikota这个品牌 他们导入台湾的车子 每一代来看 你就会发现说 他们家应该是真的有一个 所谓的聪明团队 他就是在不断的去找出说 车主们消费者需要什么 还有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扰 然后怎么样的可以去改善 怎么样可以让它更好 没错 发挥到更极致 没错没错 所以像在这一代的Codec 像刚刚小姐有介绍吗 整个后座啦 或者是行李箱机能 那个八件组都非常实用以外 其实你会看到说 它在前座的部分啊 它除了维持它一贯的这一种 宽敞的空间 你看这种 很均衡的双导式的设计 是 你会觉得说坐在副架 跟坐在正架 两个人是平等的 因为它要照顾到每一个程度 还有大家会发现 我的椅子其实蛮后退 因为我的车门一打开 它进入一个迎宾模式 它就要让你好上下 对 它这次的椅子的功能 我觉得也很棒 比如说双前座都有电动调整 双前座都有三组的记忆 然后也都有加热的功能 然后呢 虽然说它的这个车型 是没有通风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在之前试驾的时候 试到它有这种 就是按摩的座椅的功能 那个选配价六万块 但是六万块你可以有 通风 按摩 而且它的按摩是双前座都有 那这个蛮值得选 对 而且它的按摩功能 它有八种按摩模式 然后有三种的力道 然后还有五种的时间设定 所以对于双前座 如果说爸爸妈妈 真的就是要出远门的时候 哇 这个按摩功能 我真的觉得很强力推荐 所以我觉得这个支撑性 各方面 我们上次试驾的时候 也都觉得很舒服 然后再来你看到 它这一次座舱 有个很大转变 就是它在质感方面的运用 我觉得也越来越像豪华品牌 例如说你看到它是一个多层次 多材质的搭配 上面这个软质 然后中间这里 尤其今天这个九棕色的内装 更能够看出它在质感分配上 还有材质分配上的细腻的程度 你看像这边都是九棕色 然后这个呢 它是一个S型的封线 然后这个 这个非常漂亮的饰板 它是天鹅绒的灰饰板 然后这个饰板的话呢 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 有点像是 类大理石的纹路 然后看起来很高雅 而且我觉得这种材质 它其实比 我们一般讲的这种 像钢琴烤器饰板 它更不会有像指纹的问题 而且很难看 再加上刚刚小梁摸了这些地方 它其实不是只有饰板 它有实际的储物功能 来 有没有 上面一个 然后底下有一个 对 这个对附加来说 我就是多一个 充纳的空间 女生 你这里也放面纸 放湿纸巾 放小化妆包 各种的你个人配件 是不是就有一种 专属的享受 然后我要讲一个小细节就是 其实它这一块啊 它也有设计 所谓的 可以让你手腕拖着这样子按 就是如果你真的在开车 必须要操作的时候 它连这个小细节都帮你顾虑到 然后底下你看 这个也是它这一次最新的一个设计 叫做聪明的智慧旋钮 那智慧旋钮来讲 一般的话呢 像它空调 还是都保留着这种旋钮的设计 而且呢 它有液晶萤幕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你现在是调到几度 你的这个空调 加热 按下去之后 就可以变成座椅加热 那你往上下的话就是去调节 它的段数 所以这个都是 算是更科技 然后又很直觉的使用方法 很好啊 你看直接是控制温度 按下去是控制电热 我是不是很好 然后中间这个的话 它就有四种功能可以去做切换 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它是风量嘛 你看我直接转它就风量 然后呢 你也可以去按一下变成风向 再按一下就是它的智慧的空调 然后再按一下变成音量 对 所以今天驾驶人 其实他在开车的时候 大家最怕说 我整合到仪表里面以后 然后没有按键了 我是不是会变得 很不知觉 一直找 然后按的时候要很小心 才会按到那个功能 但是在Cody的身上 你完全不用担心 它基本上呢在这边 有没有 它就是帮你保留这个智慧旋钮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 又好用 然后又很有客气 而且我们现在注意一下 荧幕上跳出来 充电箱1 充电箱2 对 这是什么 这个呢 这是我们刚刚手机放的那个位置是不是 然后你可以往下看 往下看这边啊 其实这里我很喜欢它的设计 我想要先把 它这个 关起来 对关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是一个上下的拉链式的设计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 你不用的时候这样是不是很干净 然后这个可以变小桌子 你在这边吃东西 当小餐桌啦 或者是笔记型电脑啊 iPad放这里都很方便 那你打开之后呢 它就有非常多的功能 也有洞天哦 对 它其实有两个 这个手机无线充电 而且我们都是大萤幕哦 我跟小兰都是大萤幕 两个可以同时 对我是S24嘛 也是大的 那它两个可以同时 但是啊 所有的这个无线充电都一样 如果你有壳的话 有时候可能就会有干扰 对 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它 它刚刚可能好像就提醒我这件事 的话就可以把壳拔掉 然后它这一次呢 它的这个无线充电板 最大功率有到15瓦 变快了 我们现在两个都在充电 是 然后你也可以从系统里面去设定 你要只要一个充电就好 另外一个当置物空间 都也可以去做设定 那里面呢 它还有一个通风降温的功能 所以你如果在充电的时候呢 就不会那么热 所以我们可以决定 我两个都要给电 或是我今天其实长期 都只有一个人开车 我把另外一边充电箱关掉也可以 对 节能一下也很好 这个还可以分开设定 我觉得真的很贴心 就是小细节啊 对啊 但别人没做它有做啊 对 然后你看上面这里 有两个Type-C的插孔 对 它Type-C的插孔 这两个都已经升级到45瓦 甚至它这边也有一个 给你接你的这个行车记录器的 那这个这边也有个孔 所以你接线的话 也都不会有很凌乱的状况 然后再往下看 这边你看就是它的这个 聪明的荧幕的纤维的擦拭条 然后后面这个也是一个聪明杯架 你看拉开就变更多个 然后这个杯架我们试过了 Seven大杯的都下得去 所以它虽然看起来很小 其实它是可以的 然后后面这边呢 它的手套箱 它的这个中央扶手 其实空间也很深 很深 蛮好放的 我们上次试驾就 哇 好多东西往里面塞啊 而且 而且 各位 注意一下我上线的这个地方 我想可能很少人有注意到 终尉姐发现它们应该会很感动 它这里有一个卡片槽 各位 就在这个盖子下面 因为我刚刚一看我想 为什么还要再做一个设计 Skoda 你真的 你们怎么那么会抓细节了 就是让大家有很多实用的小惊喜 真的是完全充分利用 不浪费你任何个地方 没有人有看过这个盖子底下 还可以做什么 但是它就做到了 因为你其实挡风玻璃上 那边也有一个 对不对 可以夹卡片 夹公司卡 但没想到在这里还有一个 是 然后这一次在驾驶座最重要 就是它有这个抬头显示器 然后抬头显示器它也是全采的 然后上面行车资讯啦 那些都会在上面做显示 前面有一个10寸的这个数位仪表 那数位仪表的话 基本上它有三种模式 可以去做切换 你只要按这边的按键 就可以做切换 然后再用滚轮啦 或者是旁边这个按键 就可以去选择你要的资讯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门是开着的 所以它可能就没有办法 调整给大家看 那再来呢 就是刚刚我们有讲到说 它的这个限量500组 就限量500台 有送这个聪明的8件的 这个聪明套件嘛 那另外就是还有送这一个 三幅的真皮运动化方向盘 就是这个 对 我其实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这个方向盘 因为像之前我在使用 我觉得它就是有这个滚轮 可以做很多的操作 不管音量啊等等 那后面的话它还有拨片 所以如果说呢 你今天是前500个车主的话 也可以免费升级 这个真的早买早享受哦 真的真的 现在它送很多东西 然后包含说这一次 你看它的排档 有没有我现在踩刹车 它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你要往前走 就往前转 我要倒车往后嘛 就往后转 然后P档就用按的 然后你看像其他的一些功能 包含像 包含像是完整的 level 2智慧驾驶 辅助系统啊 还有像它这一次 还有一个很棒的是 它有导入的这个 Kenton 音响 高级音响 它基本上 我们台湾人可能对这个品牌 不是很理解的 不是很认识 但是它其实在德国 是一个做扬声器的大品牌 我们今天可以试听看看吗 可以可以 它总共有13支的扬声器 然后搭配一个重低音 然后还有16声道的这个扩大器 我们现在因为怕版权 我们用地球王金线的片头 是 音乐给大家听听看 好不好 好我们先来试一下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放一次 它这个 我觉得它真的是还蛮震撼的 就是在重低音的部分 好 有耶 它有过到你听觉上的享受跟要求 那除了听觉我觉得很棒以外 你知道它总共可以输出725瓦 这个基本上级数已经很高了 再来就是你看气氛灯 这次气氛灯呢 它的面积更多 门边 然后前后门边都有 上面有 然后它甚至有多种模式 还可以上下分层 你可以看现在上面是蓝色 底下可以变成桃红色 基本上这个都是已经走向豪华品牌的一个铺层了 那大家有注意到就是 门 为什么我这一侧 现在看到的氛围灯 它是红色的呢 其实它是有个安全提醒的 像它这次好像安全的离车警示 然后如果你开车门的时候 不管你的气氛灯是什么颜色 它都会变红色 主要是要让后方来车 看到说你现在车门是打开的 就是如果你要选欧系的这种气氛座的话 它现在真的目前还是首选 2024购车风向球大调查 台湾有四成六的人拥有汽车 你知道台湾人平均花多少钱买车吗 地球王金线西手TVBS民调中心 推出2024购车风向球报导 有完整消费习惯分析 还有购车攻略 电动车第一手资讯 看民调还有汽车品牌好礼可以拿 你还在等什么 赶快上地球王金线网站 看购车风向球 地球王金线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体 这是树立项 我们现在四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台湾有门 地球王金线邀您一起上线